冬天這邊好像都沒有人來 很少會遇到人 反正冬天也不好釣 所以這邊比較少 魚也比較少看到 奇怪齁 在這段烤肉以為 可能會沒有木頭 結果還蠻多的 因為這邊沒有人來 所以木頭還蠻多的 可能是真的要等春天的 沒辦法 魚都碎了 把剛剛摘的野薑洗一洗 等一下塞在那個 雞的肚子裡面 然後上香蕉葉 然後把這個雞 半隻雞 醃好的半隻雞 擺上去 對對對 這個 這個野薑是要塞在這個肚子裡面 這樣就對了 今天先試烤半隻雞 封起來 然後 錫箔紙又把它封起來 這樣好 然後把它鬆起來 然後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就好了 等一等 好 這樣OK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啦 烤起來 半隻雞 直接下 大概烤了十分鐘了 它還沒有開始 這個袋子旁邊還沒開始冒煙 還沒滾啦 所以裡面東西還沒熟 25分鐘了 應該快要好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跟筆姐 半個小時了 哇 我手手 等一下把它拆開來 好像很黑 哎呦呀 還在開開 還好啊 黏住了 啊 這瓶靠一大 也沒有耶 黏住皮而已啊 把皮還我把皮還我 靠腰 靠腰 啊我放棄還沒熟 還沒熟啊 哇 哇我放棄啊 好像還沒熟 看 先烤一下吧 超級香的 哇 對 滾了滾了滾了 快好了快好了 再加油再加油 一洗 準備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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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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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車車車車車 ㄟ 诶 這樣子上 喔 雜貓雞 喔 開吃開吃開吃 開吃啦 左營 日子 丟死,嚇嚇嚇 我的雞腿一拆就知道有沒有熟 哇,太燙了 哇,有熟有熟 靠腰勒 哇,像燉的一樣 哇賽 這很厲害嘛 我就沒拿去 整隻咬下去 超嫩的 小隻雞大陣發買的 一隻135塊 所以這邊是半隻 這次半隻成功了 都有熟,你看 我家是要烤全雞的 哇 呼呼 太燙了 在這裡吃了 幹幹幹幹 這次半雞大概烤了30分鐘 如果烤全雞的話 可能要烤45分鐘 這個雞胸肉啊 雞翅膀 雞翅膀 雞翅膀也是真的剛剛好有熟 整隻雞胸肉 齁 這一定有熟的雞胸肉 打開看看 哇,超燙 超燙的 哇 哇 這還低隻 超燙的 有熟有熟 讚讚讚 哇 超佩服我自己的 你那隻雞胸肉 超嫩 終於出太陽了 你看它底下很多魚 有沒有看到 小魚啊 我等一下 欸,靠腰 好,不等好 喔 我會丟嗎 小石斑啊 一片都稍微 我來我這裡 這邊有一波 真的很多耶 大家吃一點小雞腿看看 有沒有看到 喔喔喔喔 整頂滑過去了 滑過去了 是那個小雞腿 不錯不錯 好啦 吃一吃 直接在這邊拍水底攝影好了 你看 你看 有看 我站在這裡這裡挖到 有喔 雖然是小隻的 可是它都 你看 喔喔喔 我站起來它們就游過去了 蠻多的 等一下在這邊拍水底攝影就好了 出鍋魚啊 已經退冰了 洗洗就好了 然後把這個 剛剛摘的野漿 好 浸的八度耶 浸進去 這樣就可以烤了 這個肚子不要掉進去啊 掉進去會嚇死 好 這樣差不多 把它封起來 包起來 這樣就好 好 OK 浸過魚 直接下 大概 30分鐘 90分鐘 放一次面 靠腰 綁腰 唉 不過這板就是要 要破一點點 讓它那個 水分蒸發出來 不要太 不要太濕 多了 等它 等它涼再把它拆開 很燙 還是跟上次一樣 有點太潮濕了 變成 變成蒸魚了 不過應該有熟 等一下把它拿起來好了 這個魚還是有點 爛爛的危險 等一下從這邊開 所以這樣子放 唉 唉 唉 這個 很燙 算了 還要把野薑拿出來的 好 開吃開吃開吃 開吃開吃 就是 吃吃吃吃啊 這一隻應該也是 剛好熟 一百分的那種形態 喔 雖然有點 吃吃吃 可是還好 嗯 嗯 太淡 焙了 拍片 噢 但是肉還是嫩的啦 好 嫩嫩嫩嫩啦 喔 讚讚讚 看有熟嗎 啊熟了 我這一下去就知道熟了 哇 讚 太大塊了 嗯 這樣 鮮嫩多汁 沾一點這個鹽 喔 我就不客氣了 嗯 讚讚讚 烏鍋魚的缺點就是 你買太多喔 不能放太久 你覺得如果放超過半年呢 你看 那肉質就有變化了 有比較沒那麼甜 而魚越來越多啊 那邊啊 喔 現在今年小魚好像有比較多 吃下半段 我每次烤魚應該都沒有失敗過 這個 烤五鍋魚 又用錫箔紙來包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失敗的紀律了 嗯 嗯 噢 鞋子都有湯吃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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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聚越多 而且越來越大隻 噢 都不怕人 噢 生態不錯喔 連連那個小的地狗頭都有 連那個小的地狗頭都有